大家好 现在四川宜宾丽雅公园的公交停车场 往前走100米就到了 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今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玩的最后一天 看一下这个公园 这个草坪就修在这个斜坡上 这个叫大地坡公园 左手边就是另外一个公园 就是我说的那个丽雅公园 这两个公园就隔着一条路 隔着就是旺江路 旺的是什么江 金沙江 那边就是公交停车场 刚才在那超市里买了两包饼干一瓶矿泉水 中午没吃饱 因为它那个炒菜油放太多了 然后就吃不下去 所以我们就随便吃点吧 还有一包饼干就是留着给明天早上吃 这个公园位置确实够高啊 它就建在这个山坡的最高处 我觉得在那个上面也看不到这个金沙江 所以我们还是往这边走一走吧 然后看看能不能走到那个金沙江的边上 然后明天早上呢就吃一包饼干喝点矿泉水就醒了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在下面吃那个稀饭加茶叶蛋 但它那个稀饭吧 它那个碗平常都是塑料碗 塑料碗就是串味了 就是你吃稀饭的时候能吃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串的那个味道 所以说那个 所以我明天早上我最后一天早上 我不想吃那个稀饭了 我就在家里将就点吃点饼干得了 今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玩的最后一天 这个视频就当是一个总结的视频 宜宾这边可以说是地理环境 然后它的风景是特别好的 因为有三条江合并 在一起叫交汇在一起 不能叫三条江合并 是两条江合并成了长江 金沙江还有明江 对吧 合二为一 然后从长江的起点 所以说它地理环境的话 确实没得说 天气现在是因为是冬天嘛 它没有办法 那种特别好的天气的话 估计要等到夏天 夏天的话 才会有可能那种蓝天白云 像现在冬天全国各地 除了云南其他地方 都是这种空气不怎么通透 阴天要么就下雨 像今天这有太阳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从这个位置再看一下这个银杏树 还有远处的大地波公园 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大足球呢 那个足球的面积相当大 这一块地方玩的人更加多一点 那边卖的是风筝是吧 还有气球 这边有个池塘 小池塘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假山大石头 这些石头还是真的 这还不是假山的那种 这是真石头 这边有个小的荷花池塘 这个小池塘的面积还行 反正夏天长满荷花的话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小区就在这周围 环境好得不得了啊 这个位置我看看 能不能看到金沙江 哦 只能看到那个一点点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点 也许能看到的更多 这两个公园 刚才一开始那个叫大地波公园 然后这个叫丽雅公园 两个公园合二为一 看一下对面的那个景色 要是天气好的时候 这你看的好得不得了啊 我现在逛的这个地方 之前应该也有朋友 跟我推荐过 那今天我算是误打误撞 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啊 哦 这个位置能够看到金沙江了 看一下那个江水 哇塞 干净的不得了啊 真的 哦 我知道了 这个位置还能够看到 那个前面那个大桥 就是那个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走的那个大桥 上面是个巨大的蓝色的钢拱 它下面是跑公路的 上面是铁路 这个大桥 我明天出发的时候 坐的高铁 就要从这个上面经过 走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坐在这个草坪上 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 宜宾这边整体上来讲 环境是好的不得了了 如果说它这个空气质量 能像云南一样那么好的 那就更加完美 当然这是低海拔地区 所以说不可能和高海拔地区一样 那区别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这边推荐的燃面 我也没吃 泥桩白肉也没吃 泥桩白肉主要是因为 我到宜宾才知道的 这个等将来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肯定会去尝一下 我昨天说今天是最后一天 有可能会去水赋 就是昭通的水赋县 还有就是有可能去成都一日游 然后这两个今天都没去 最主要原因是昨天晚上 我想到半夜12点多 想通了一些事情 所以说决定呢 还是把宜宾这边 没走到的地方再去走一走 实际上今天本来下午 是打算去那个叫什么 白塔山公园的 但是后来还是没决定 没去那个等下次来再说吧 因为那个山还是要爬山嘛 所以说一想到要爬山 爬楼梯的话 等下次再来一边的时候 再去吧 因为这次来的话 天气普遍都看得不怎么清楚 下次等挑一个好天气来 再去登高望远 昨天晚上想到半夜 在想啥呢 实际上又在想 这个相机是要不要卖掉了 又在考虑 要不要卖相机的问题 实际上从丽江下来的时候 当时就考虑过 相机估计又想卖掉了 一直忍到现在 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估计一旦有这个想法 十有八九 肯定是要卖掉的 但明天到乐山 乐山接下来 可能峨梅山去完以后再卖 也有可能是到乐山 然后再到成都 可能还是要把它卖掉 因为卖掉的优点 就是减轻重量 然后心里也没有那么的压力了 不累 累分年种 身体上的累 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累 这两个累加在一起的话 就会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在压着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个问题 给它解决好 从这个角度 远距离欣赏一下 远处的那个大桥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离它还有点远 如果空气质量 能再好一点看它的话 就会更加完美 行我们再换个地方往前走一走 这个后面有人放音乐了 特别吵 这次相机要是再卖掉的话 以后绝对不能再买了 因为这个错误已经 反反复复折腾了很多次了 像那个望远镜 我现在算是折腾明白了 肯定不会再买了 它因为它好是好 但是它沾灰 它那个一沾灰的话 你看着就很不舒服 相机它也有这个问题 它那个镜头上多多少少 你看到有灰尘 你就会难受 你就想擦它 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心累 就是因为太追求完美了 过于追求完美 你就会感觉心累 但是我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 不过于追求完美呢 这个我实在是做不到 所以说既然你做不到的话 那望远镜和相机 这样的东西 你就不要晚了 因为你太追求完美了 想要拍到一张好照片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就是因为你太追求完美了 所以说你像那个 拍风景的话 天气不好 那根本拍不了 所以说一到两个月 用不倒 相机的情况下 大有常在 所以说那拍人像 那不用说了 你肯定太过于追求完美了 再加上相机 它容易粘灰嘛 它那个镜头上 一粘到点灰 你想擦擦 所以就会心累的原因 就在这里 行 那宜兵就游玩到这里了 剩下没有走到的地方 等下次来宜兵的时候 再去看 它周围的县 以及其他县的那些风景 好的景区 那要等单独去它的那个县 才能去游玩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